BNT疫苗在台湾即将开打了 不过呢 现在有民众在网路上就分享了美国CDC 接种BNT疫苗的直译 才发现原来呢 它真的程序上是最复杂的 我们先为大家来比较一下 国产的高端疫苗呢 其实是比较单纯的 它是单剂注射头 免新式 免抽取 直接施打 它的出错率呢 是最小的 那么莫德纳还有AZ疫苗呢 它们是属于多剂型的 同样也是免新式 但是呢 在抽取的过程当中 仍然会有出错的可能 但是BNT呢 就最复杂了 因为BNT疫苗呢 它是属于浓缩剂量型的疫苗 所以在稀释 还有抽取剂量的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特别注意的话 恐怕都有可能会出错 而且呢 接种前必须要经过15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都必须要很精准 国内就有医师指出了 国外打BNT疫苗的经验 常常因为医护人员的技术不够熟练而造成浪费 所以建议接下来大规模施打的时候呢 应该要有完整的指引 辉瑞BNT疫苗即将开放给青少年施打 第九轮也可以预约 但施打过程似乎是所有疫苗中最繁琐的 目前国内四种疫苗高端是单剂注射筒 取出后可以直接施打 不需经过稀释或抽取 出错率最小 莫德纳和AZ都属于多剂型 不需要经过稀释 但抽取剂量时仍有出错的可能 BNT则是浓缩剂量疫苗 利用超低温冷冻保存 稀释和抽取剂量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会出错 接种前还得经过15个步骤才能施打 比较熟练的医护人员来去做这样的疫苗的调配跟所谓施打 所以这个动线的部分 还有保存冷链的部分 的确要经过缩密的规划 才不会造成疫苗的一个接种上出现很多的环节上的问题 有网友分析美国CDC资料解析BNT疫苗施打前的步骤 首先从冰柜取出浓缩疫苗 稀释前要恢复室温 再轻轻转动10次 目测疫苗是否为蛋白色 如果吞色就要抛弃 不可以摇动还没稀释的疫苗 并使用酒精片擦拭疫苗和稀释剂瓶盖 接着使用21号或更小的针筒 抽取1.8毫升浓度0.9%的食盐水 得使用正常食盐水不能含有防腐剂 也不能使用益菌食盐水或其他稀释液 再把食盐水注入疫苗瓶 使用同一针筒抽出1.8毫升的空气后 再轻轻转动疫苗10次 注意不可以摇动稀释后的疫苗 要保存在摄氏2到25度之间 避免日光或紫外线的直接照射 接着要在6小时内打完 否则就要抛弃 那它是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对卫生单位 现在积极在沟通 相关的一些必要的动作要做确实 超繁复的过程一倍公开 让民众超吃惊 眼看BNT疫苗就要开打 如何避免高出错率将是一大课题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